哈喽大家好,甜甜 那么这一期视频啊,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中国篮球,说说CB 那么视频开之前,首先要祝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合家幸福,记得吃月饼哦 更别忘了帮甜甜点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 那么咱们的CB联赛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即将正式开赞了 对于未免冠军辽宁队来说啊 目前最大的隐患莫过于郭艾伦到底能否和球队许愿 那对于郭艾伦主动请辞一室呢 大部分球迷虽然理解他的感受 但是却不想郭少就此离开 毕竟作与辽兰有史以来能力最强的得分后卫 郭艾伦为辽宁队的冲冠大野是以兰付出了所有的努力 如今呢,由于各种矛盾在球队过得并不开心 因此啊,绝大多数球迷都希望辽宁队能够认真的对待此时 只有挽留了郭艾伦才能够保住继续冲冠的希望 由于此前CBA官方推迟了郭艾伦的注册时间 因此也给了辽宁队以及郭少环节矛盾的缓冲事件 然而如今,有关于双方签约进展的消息 确实少之又少 之前有媒体传出辽宁队准备了两年的顶型合同 但是并没有就双方的矛盾问题如何化解 拿出积极的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啊,辽宁队的态度也是极为的强硬 可以为郭艾伦提供顶新的合同 郭艾伦也可以拒绝归队 但是想要辽宁队放低姿态低头认错 万万不可能 如今,辽宁队官方也是发起了一项活动 那官方的海报上郭艾伦是已经彻底的消失不见了 只有汉德军、赵纪伟、李小旭、富豪和崇明成 不少乔明认为啊,这是辽宁队的变相官选 但凡双方在合作室以上出现转机 注意辽宁队的头号巨型 郭艾伦必然会出现在海报当中 因此呢,通过这一次海报的发布啊 可以看出双方之间有极大的可能要彻底的谈风了 此前呢,在郭艾伦正式向辽宁队提出转会申请之前 就是由于海报事件成了郭艾伦转会的导火索 当时的郭艾伦非但没有站在C位 而且还被藏在了最不容易引起关注的位置 这种无脑的行为也直接的是惹怒了郭艾伦 因此才表示如果碍眼可以不用自己的头像 其实郭艾伦当时观点也是十分的明确 如果想要用自己的头像可以放在C位的 但是没有必要将其敷衍的放在最边缘 而辽宁队更是强硬啊,在此后所有的海报当中 都将郭艾伦直接的抹去了 由此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矛盾根本是无法调和的 就像此前郭艾伦在社交媒体当中表述的那样 连约都不想要,更不用谈约几年的顶行了 其实呢,辽宁队今年夏天的确有些风风离析的味道 当目前为止,总经理都没有明确的领选 具体处理,郭艾伦事件的负责人都没有 完全缺少一支冠军球队说应该呈现出来行星向龙 反倒是有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其实郭艾伦和辽宁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啊 还是和杨明之间的将帅矛盾 一直以来,郭艾伦的单打能力都是特别的突出 也正是由于他的强硬啊 辽宁队在关键比赛当中啊都会有人解决问题 那郭世强呢也是在辽宁队时 其实就已经默认了郭艾伦的丑风 这使得同样后卫出身的杨明啊 必然是行有不敢 而如今杨明成为了辽宁队的主帅 杨明必然想要快速的牛断 当初无法改变的局面 于是呢才提出了主打团队篮球 要求郭艾伦改变打法 而近两年由于郭艾伦年龄的增加 辽宁队想要重点的扶持张正林 按照张正林的能力来说啊 未来完全可以成为顶梁柱的 但杨明呢却有一些潮自过急 直接加速了郭艾伦和球队之间的矛盾 而在这一点上 杨明对郭艾伦的离队 的确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而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降帅之间是已经出现了裂痕 甚至可以称之上是迫近难远 而郭艾伦队的也是力挺扬名 郭艾伦有极大的可能性 要成为牺牲品了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收到大神 记得帮天天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